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训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落实省工作部署 提高认识压实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疏劳百姓情怀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各项防御工作做细做扎实 共同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平安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 目前我市即将进入龙州水季节 防训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气象 水文 自然资源等部门 要24小时紧盯雨情 水情 风情 工情 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变化 及时向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结合预案要求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同时确保通信畅通 要强化防御措施落实 全力做好防雨 防涝 防洪等各项工作 各地对管辖区域风险隐患点 要做到心中有数 应对有方 全面扎实细致 抓好地址灾害隐患点 低房 水库 危救房 工地 伸基坑 塔吊 景区景点 及高速 国省道等 陆基路面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和强险应急工作 严格落实特殊群体 临灾转移四个一等工作机制 建立每户一对接转移责任 每村居一台帐转移清单 每镇接一张网转移体系 每灾一行动转移启动机制 各类在强险救灾工作承担重要工作的部门 要做好人员物资装备准备 加强培训演练 要严守三房纪律 加强值班职守和信息报送 强化督促检查 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 要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特别对再建工程 深积坑 高层建筑 室内装修等重点工程 重点部位 要加强安全管理 落实防范措施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 曾风报还对各区县 强降与防御工作 进行视频调度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制 也是汕头熔梅一个重要的日子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 由汕头熔梅清新打造的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正式开馆 近千台国产和进口品牌的收音机 让人大开眼界 感受一个世纪以来收音设备的变迁 同时汕头熔梅时光展也同时开展 今天上午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 在汕头广电中心大唐三楼正式开馆 为该馆无偿提供近千台收音机的肖小春先生 被聘为荣誉馆长 这个博物馆人城啊 它是超越了我能力边界之外的事 这个呢是跟你传媒集团 也是用心这个促进这件事 是很很很关键 所以我呢跟有今天这样的决局 我感到很轻微 作为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发明 收音机打开了一扇与世界共享的声音之床 从二十世纪初 第一代矿石收音机横空出世 到如今DSP技术收音机的出现 收音机跨越百年 几乎贯穿了整个现代工业设计历程 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馆藏的收音机近千台 来自世界各国 也产于不同时期 向公众展示了广播事业和收音机技术的发展历程 让人大开眼界 上午开馆后 就吸引一批市民游客和特邀嘉宾前来参观 来潮汕探亲的印尼华侨张先生 专程从接洋浦宁赶到汕头 感受收音机博物馆的魅力 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 以时间为序串租呈现 力图打造一个既符合客观历史 又具有地方性 人文性 独特性 专业性 知识性 教育性和现代审美艺术环境的展览馆 面对造型各异 品类繁多的收音机 原汕头人民广播电台退休播音员江抗美感慨良多 看得真是非常激动 也非常开心 我们的新闻也是通过收音机传达到千家万户 和这个党政的一些声音传达给广大的听众 汕头荣媒时光展上午同步开展 分千末芳华 岁月流声 时代影像 智媒前行四大主题板块 展示各个年代报纸排版印刷设备 广播电视设备等实物 并通过图文说明 互动体验等形式 展示数十年来 历代汕头媒体人 心火相传 砥砺奋进 守正创新 客手媒体责任和担当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党媒形象 看到有后非常亲切 毕竟是自己用过的 你看这一台 这应该是我用过的一颗咖米 看到它这种心情 应该说一种清洁感是油然而生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和汕头荣媒时光展 内容丰富 干货满满 具有积极的教育和研究价值 收音机的历史既是一部科技史 也是一部艺术史 更是一部社会史 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 展出近千台来自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收音机 向公众展示收音机技术 展示广播事业和汕头发展变化的故事 今天是我们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开馆的日子 那么我身边的这一台就是国产电子管十大名机之一 春雷101 刚刚我是通过这个调频把频率调到了FM10 2.5 刚刚播出的刚好就是17年前 肖老师做客汕头电台讲述他收藏收音机的故事 这台春雷101是国内唯一的电子管立体声收音机 投产于1974年 它创新的取向了过去国产机和洋机 惯常使用的套钮 半卧式音条片状旋钮 实行一钮一功能 不仅使用方便 还简化机器内部的传动结构 更加结实耐用 汕头国际收音机博物馆馆藏国产及美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世界各国生产的收音机近千台 从早期的矿石收音机到后来的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集成电路收音机等 这些收音机均有收音机收藏家肖小春无偿提供 在近30年的时间 它收藏了近千台收音机 每一台的来历 它都如数家珍 几乎台台都有故事 那比较有特点呢 就是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互联网流行后的 一个是互联网流行之前 只能从实体店去收集收音机 那比较有代表性呢 就是这一台 这台叫博览T1000CD 这台收音机是德国博览公司在70年代推出市场的 当年就获得德国或者欧洲设计金奖 那这台收音机我找了它很长时间 后来在国外的一个网上看到它 但因为这个现代网络的流行跟这个物流的流行 是下班到我手上 前后就是才五天时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博物馆 我们为什么说是叫做听见历史的声音 像您刚刚介绍的这一部 收藏这一部德朗牌收音机的整个历程 我觉得也是历史的这种进程的一个缩影 而这台电弓牌铁壳收音机是第一款贴上新中国税票后推出市场销售的收音机 为了收藏这台收音机 肖小春专程跑了三趟天津 我为了他跑了三趟天津 第一趟第二趟都是交朋友 还去到他家 第三次我来取出这个要求 因为有朋友的那些关系电笔 他只按了他的收 就是他到手的这个价位转让了给我 现在都还能够正常发声 只不过他现在是在AM波段 他没有现在我们流行的FM波段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这些收音机其实有很多台 现在他还是可以用的 基本上都能用 肖小春自小爱好收音机 九岁时就自己动手做了一部矿石收音机 此后迷上无线电技术 成为一名专业发烧友 1998年 他在二手市场看到收音机后 就开启收藏之路 肖小春的父亲是汕头广播电台的老员工 他精心收藏的收音机在汕头荣媒社馆展出 如同为心爱的收音机找到了新的家 让他倍感欣慰 我有了这个知识以后 我可以在我的同龄人之中 群体里面显得好像我比较懂 他们都会这些问题都会请教我 这个几乎也是给了我自然而然有一种自信心 所以我的自信心几乎就是来自收音机这个东西 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承载历史文化底蕴 也彰显现代城市魅力 随着潮汕传统文化破层出圈 汕头旅游热度持续走高 潮味浓浓的汕头文创产品 焕发生机 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志 明天519中国旅游志系列活动 即亥英哥汕头文创周活动将在汕头小公园启动 助推各式特色文创产品飞向世界各地 展现汕头引文速履 以履张文新成效 五一假期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的 亥英哥2024汕头文创周上 英哥家文创是一大亮点 各式各样融合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 潮味主题文创产品圈粉无数 其中地域特色鲜明的英哥5 是不少设计者的灵感来源 活动现场的冰箱贴 积木 服装 美食等 各类英哥主题文创产品 令人爱不释手 其中自带文创基因的 本土参战咖啡品牌 分外显眼 作为本土设计师品牌主理人 于树泉对于汕头的开布文化 有很深的情愫 他致力将潮汕元素 融入产品包装设计 立体拼图是经典平面拼图玩具 发展的进化衍生 不仅能为生活增添多样的乐趣 也能将立体拼图中 所蕴含的地方文化 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力图玩具 是一家专注生产销售 立体拼图的企业 他们研发的油船系列 球场系列等 3D立体拼图产品 畅销海内外 我们本身的计划就是说 尽可能的将汕头的那些民建柱 作为立体民族 奉献给海内外的游客 来到汕头可以 也有吃也有的拿 尽量将这些好东西 支撑产品之后摆放在家里面 更有意义更有意思 作为连接工业支媒 与文化创意的桥梁 工业设计在文创产业中的作用 可谓是点铁成金 汕头工业设计城 是以整合设计全产业链资源 及研究应用开发 创新孵化平台为一体的 潮汕首座创新设计共生体 让企业产品设计项目市场 一成共生 实现从创意到市场的无缝对接 我们这边还拥有着 从企业高校到独立设计师 这些全梯队的设计人才队伍 来满足当下这个文旅市场 对产品创新的不同需求 那么以这个创新融合为引擎 来赋能当下这个 上头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汕头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自2015年成立以来 距离深挖文化内涵 引领产业升级 会员队伍持续壮大 逐渐形成文创产业集群 通过整合对接各方资源 促成多项合作 推动本土文创新势力的快速发展 在行业发展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吸引更多在外潮级文创设计人 回乡创业发展 市面上常见的潮灯记的灯笼 小公园桥皮打卡手册 盖章攻略 各式冰箱贴等 都是文创协会会员的设计创作产品 陈嘉宁希望在小公园举办的 汕头文创周活动 为广大游客 展现汕头挖掘本土特色文化 富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 用创新设计去富能 用文化去加分 让我们整个文创产业 可以更健康的发展 为展现汕头实施 百千万工程的积极成效 作为文庆百千万活动之一 由汕头融媒与汕头龙舟运动协会 联合举办 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分行冠名的 汕头首届 乡村龙舟文化系列活动 昨天启动 活动首站走进城海区 连下镇 承阳岗村 活动从17号持续至19号 共三天 通过开展传统龙舟比赛 组织文化集市 将文化传承与文旅开发 文明创建相结合 打造汕头乡村龙舟文旅IP 活动特色的龙舟文创DIY工作坊 和水上龙舟体验项目 让市民游客下水体验花龙舟的乐趣 简单传授一些要点之后 记者便和市龙舟运动协会的运动员一起滑起来 刚刚我们从起点滑过来 大概是滑了200米 我觉得我的胳膊已经很酸了 尤其这是这个右边的胳膊 上手要翻起来 然后我们的下边下手的肩膀 转体转出去 然后弧度会达到一个更好的 就是我的肩膀要往前推 对 然后要下腰 压身体往前倾 滑脚 这是我第一次滑龙舟 这个体验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不想以后你那种感觉 就像日血沸腾一样 不停地往前 就是用力滑 教练提醒 滑龙舟是力量型运动 且容易落水 建议想体验的市民游客 穿素干衣 素膝鞋 并携带更换的衣物 首届 汕头是龙舟乡村文化集社 这也是我们文化旅游体育的一个大结合 上市有这个潮汕特色的美食街 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舟文化的这种飞移文创 还有我们龙舟路上的一些体验 还有我们花花龙 有我们的龙舟DIY 这样也是体现了我们在龙舟文化集社里面的一些内容 欢迎我们潮汕文化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美食体验区让市民游客品尝地道潮汕风味 亲自游乐则成为家庭欢聚的乐园 孩子们在西系中感受传统文化 集市文创区展示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创意产品 此外潮聚音歌舞等表演和互动教学 让参与者体验到潮汕文化的魅力 精心准备的龙舟宴 则将美食文化与龙舟传统相结合 市民游客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文化传承的深意 我们农美集团乐体工作室 就结合有龙舟文化传统的这个乡村 然后我们以这个集市文化集市的形式 去赋能共同打造这个乡村的龙舟IP 今天上午 金平区在中山公园举行乔新连四海文化会万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系列活动包括来金平游乐区文旅博物游园集市 打卡潮汕文旅巴士定制专线市运营活动 穿越博物馆趣味定向越野活动等 其中趣味定向越野活动通过文旅加体育模式将中山公园与市博物馆互动串联 围绕博物馆展成内容景点分布和建筑特色 布设活动关卡吸引市民游客参观展馆 解锁任务体验一趟博物馆穿越之旅 文旅巴士专线则串联龙眼南美食街 华侨新村步行街商圈 人文博物展馆小公园开布区等热门景点和美食集聚打卡地 金平区还推出春上花景下探民俗秋懒生态风光 东旬红桥印记四条乡村旅游主题线路 展现非宜美食和特色农产品 一打卡我才知道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本地的 这些文化的地点 以茶会友 迎接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汕头 吉山的旅游线路主要分为红色和绿色 其中红色有汕头工业博物馆 绿色有北交公园绿梦欢乐世界 通过这些文旅加体育的创新的形式 向大家来推广金平的文旅资源 17号上午 市公安交警部门在朝南区拢田镇石坑村举办 百千万工程党建联村共建 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20周年宣传活动 为市民代表赠送安全头盔和应急装备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进行酒驾醉驾体验 提醒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现场提供电动车备案登记 车架馆业务办理等服务 接下来 交警部门将以护航百千万工程为立足点 问区渔民积极建政入村 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上学路上我们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我们也呼吁市民 驾乘摩托车与电动车的时候 要注意佩戴头盔安全文明出行 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 近日朝阳区城镇残疾人集中就业基地挂牌成立 该基地是朝阳区残联 根据当地残疾人分布情况和就业需求 依托棉城福利厂建设的残疾人集中就业机构 主要从事纸品印刷文具销售及商务贸易 基地充分考虑残疾人特点 增设营销服务设备操作装订专机和手工装订等 20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岗位 目前已录用18名残疾人 各位观众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